尽管各主要航空公司航班已经从暴风雪的大混乱中恢复正常 但西南航空的噩梦仍在持续 该公司已经取消了10月28日和12月29日两天分别超过2000架次的航班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东时间28日早上8点 全美当日已取消航班超过3500架次 其中2507架次属于西南航空 占比超过70% 另外该公司还已经取消了超过2300架次29日的航班 这使得西南航空本次冬季风暴取消的航班架次总数超过1.57万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博·乔丹 12月27日表示 他对航班中断深感抱歉 这些状态的状态 其他航空公司也取消了航班 不过规模要小得多 西南航空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国内航线 与美国其他大型航空公司不同 西南航空更多的依赖点对点服务 而不是在大型枢纽运营 这使得其员工在业务中断时很容易陷入困境 美国运输部26日晚些时候表示 将调查最近几天大量航班取消和延误的情况 以确定这些航班是否在该航空公司的控制之下 并称这些情况不可接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